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逻辑交水 就是让我们的idea跟idea之间 或者是句与句之间 段落与段落之间 能够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基本上我们会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隐性的 就是我们不需要外加任何东西 它就在字里行间 在字和字之间的连接 我们可以重复使用关键字词 比如说这个段落讲的是旱灾 没有水用了 那我们就会用跟这个相关的字 比如说像这个rainfall 下雨了drought 干旱或者是water 就会重复用这些字 如果说你不希望一直重复同样的字的话 你可以换用同意义的字词 或者甚至是变换这个字的词类 就是不要让它一个字一直重复不断出现 可以变换它的词性 比如说用动词 用名词 用形容词 我们也可以使用代名词之类的 比如说我们讲过John 后面就用he来指这个John这个人 如果这样做的话 就把这两个句子做了连接 因为他们都讲的是同一个人 那有时候我们前面描述了这个运动会 那后面呢 我们就用this event 来指我们前面讲的运动会 所以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可以指向前面的所讲的一些名词 句子或者是某一件事物 让前后的句子有连贯 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比较显性的 我们直接使用转成语来连接两个句子 或者是两个段落 通常我们在需要的时候 使用合适的转成语 不是所有的句子中间都要用转成语 是需要的时候才使用合适的转成语 因为你用了太多了 也不合适 如果句子跟句子之间的逻辑 已经很清楚了 我已经看出来它先后的秩序了 我就不用特别再去加一个转成语 来表示他们中间的顺序 把持这个原则 就它句子的意思 他们中间的逻辑已经非常清楚了 你就不必特别要用转成语 如果不清楚 我加一个转成语 使它中间的逻辑很清楚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听到一个人跟你讲说 I saw John yesterday I went shopping for Christmas 你会觉得他讲的这两个句子 完全流头不对马嘴 这个句子跟后面一个句子完全无关 他讲这个话什么意思 他到底讲 他看了John还没告诉我细节 然后就马上去讲 他去为圣诞节买东西了 如果我加了一个 Oh by the way 就比较合适了 为什么呢 这个by the way的意思就是 我要转话题了 我这个讲完了 我已经告诉你 我看到John了 那接下来呢 我要讲另外一件事了 这个Oh by the way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转成语就有这个作用在 就是让听者知道我下面要讲什么了 给他一个提示 所以你要用得好的话 别人在听你讲的话 或者是看你的文章就很容易懂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要使文章比较连贯 我们可以用字词的连结 有哪些呢 我们再来回想一下 一个是使用代名词 就是前面讲过的名词 我再重复 用he或者she或者this或that 来做取代那个名词 或者那件事物 或者我们可以用一个片语 我们利用代名词或者片语的话 可以取代刚才提到的名词句子或事物的 就是我不用再把那个名词再讲一遍 也不用把那个事物再讲一遍 读者很清楚 我就是指刚刚所讲过的那件事 刚刚讲过的那个人 两个之间就建立了他的连贯性 最容易做的呢 是重复关键字词 就是把跟这个主题相关的这些关键字呢 重复不断的使用 但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尽量避免用同样的字 所以我们可以换同意字 或者是呢 可以换它的词类 用动词改成名词或形容词 我们先来看一下代名词这个部分 我们利用一个代名词来 refer to 刚刚讲的那个人 那个想法或者某些事物 例如说我们说人的话 比如说刚刚讲说 my brother and I 后面就可以用we 那如果前面讲的一些东西 我在后面提到的时候 我可以用this 或者用that 或者付出用these 来取代他们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段落里面 用代名词的情况 但是 如果父母们做到 每个人的事都做到 每个人的事都做到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 有重复的问题 有些重复的问题 这些父母们 这些父母们 hover得到 地上的图子 在看他们的图子 在看他们的每个人 都看不到他们的事 在这些人的事都没有 他们不做到 他们的事都没有 他们的事都没有 will never grow up. 這裏 parents 先出現了 所以就用 their 來取代 parents 然後這些父母親過度參與 或者是過度的焦慮 他們就像直升機一樣 在他們的小孩的頭上盤旋 我們又看到了這些父母親 然後後面用了 their 來取代 來取代了這些父母親 然後監控他們每一個動作 所以這裡 their 是指這些小孩了 這些小孩的每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這些代名詞他所代替的是什麼 才會把意思搞得清楚 他們不知道的是 他們並沒有幫小孩什麼忙 這個 they 是指這些父母親 然後後面是他們的小孩 因為這裡很清楚 他已經講了小孩了 所以這裡當然就是指父母親 所以我們有時候 從這邊就可以推斷出來了 然後這邊又講說 他們的小孩呢 沒有辦法發展出一些 基本的生活技巧 更不要說 學習如何為他們的未來做決定 所以這裡 their future 也是指這些小孩 他們的未來 這些父母親 有朝一日 會面臨這樣子的後果 怎麼樣的後果呢 他們成人小孩 永遠不會長大 就說小孩已經長大了 但是還是不會做事情 所以他永遠都長不大 所以這裡呢 這些父母親 然後呢 他們的長大的小孩 所以 their 代替的是這些父母親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幾乎沒有用到太多的這種轉成語 可是用這樣子寫呢 也還是寫得很清楚 還是很清楚 就是因為他這個 我們用了很多的這個代名詞 了解到說他們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要很清楚 這個 their 代替的是父母親 還是代替的是小孩子 你讀的時候 應該是讓讀者很容易就讀懂了 我們也可以用片語 來 refer to 剛剛所講的某一個idea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he is a generous person he gives regularly to good causes helps his friends with financial problems or serves food to the homeless his generosity has made him very popular at school or work 他是一個很慷慨的人 他會為了好的目標定期來施捨 幫助他的朋友的一些財務問題 或者是提供食物給無家可歸的人 這些是他做的這些事情 他的慷慨使得他在學校 或者是在工作的場合都很受歡迎 所以呢我們利用his generosity 像這樣子的一個片語來指他前面所做的這些事情 如果我們要把這些事情再講一遍太啰嗦了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片語來指他剛剛所做的這幾樣好事情 我們還可以重複關鍵字詞來達到連貫性 就是前面已經出現了一些關鍵字 我還繼續在使用它 比如說我們講這個字 Keyword 是success 那我想要繼續使用 我不會一直用這個success 我可以換成succeed 可以換成successful 可以換成unsuccessful 或者是successfully 就可以做不同的運用 不會說同一個字一直重複再用 我們來聽一下 這個段落裡面 怎麼樣來重複他的關鍵字詞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們來自從討論著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們來自從事業 有很多人全都用電線 在外面的人 但是很多人現在都用電線 使用電線線 使用電線線 為人家的手機 在記錄 我們來自從事業 我們去接觸電線線 很多人都用電線線 在通常的方法 例如 很多人都用電線線 和通常電線線 有很多錢 很多人的朋友 別人的朋友 在这个段落里面,第一句 是它的主题句 那后面就会讲有哪些的沟通方式 所以这个段落都在讲沟通方式 所以它就重复了使用了 这边用communicating 这里用communicate communicate the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 它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个关键字 当然 许多人仍然在使用室内电话 来与外界世界联络 但是现在数以百万的人 已经在使用手机 可以让他们跟朋友 跟家人联络 不管他们人在哪里 除了电话之外 人们也在以不同的方式 来使用网记网络 来跟彼此做联络 举例来说 许多人会寄送电邮讯息 许多年轻人 选择以社群网站的方式 来跟他们的朋友保持联络 例如说是Facebook MySpace And Twitter 这些社群网站 其余人呢 则使用网络呢 来打电话 这种的沟通方式 就是刚刚所讲的 网络电话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类似片语的方式 用这个方式来 取代了 刚刚所讲的 利用网络来打电话的这件事 这种沟通方式 尤其对于离家很远的人 尤其好用 因为他不贵 或甚至是不要钱的 还有一种 人们现在很少使用的 沟通方式 现在呢 已经很少人在写信了 所以这个例子呢 可以显现出来 我们怎么样利用关键字词 来强调这个主题 让这个段落呢 有连贯性 有连贯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